各位觀眾 早上歡迎收看星期六早上天文台的天氣報告 受到高空返夜船的影響 我們今天的天氣情況繼續有曬又熱 在這裡提醒大家 好幾天氣警告仍然繼續生效 如果大家今天需要做一些戶外工作的話 記得要多喝點水 小心中暑 7時多的時候 好像在青衣和尖沙咀氣溫已經有28度 西貢更加有29度 在大範圍的衛星雲圖見到 受到高空返夜船的影響 不僅僅是香港 基本上中國的東南部雲量都是相當少 很陽光 不過稍為遠一點 在台灣東邊就有一個比較大的雲團 這其實是一個熱帶低氣壓 我們預計這個熱帶低氣壓在接下來的幾天 大致會移到東海 並且有機會逐漸增強 不過不會對我們的天氣構成直接的影響 說回本港地區今天的天氣預測 我們預計今天都很好陽光 不過各部地區是會有趙雨 風勢比較微弱 天氣都相當之熱 今天最高的氣溫大概會有34度 在這裡提醒大家 今天除了說熱之外也會相當曬 我們預計今天最高紫外線指數會有12 強度屬於極高 大家小心中暑之餘也要做好這個防曬措施 長遠一點 我們預計明天的時候 我們這一區的風勢仍然都比較微弱 不過接下來的幾天 華南沿岸地區將會受到一股西南氣流影響 這股西南氣流到下星期的中後期 更加會變得比較活躍 屬於是我們會多一些 亦會有機會有些雷暴 詳細的天氣預測是這樣 我們預計明天天氣仍然都很熱 最高的氣溫會有33度 局部地區是會有趙雨 到下星期中後期的時候 趙雨會增多 甚至有機會有些雷暴 大家要留意天文台的天氣預測 好了 這一集天氣報告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看 祝大家有個愉快的週末